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列强一起,对中国实行各种扩张计划,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陆续签订,清政府被迫向列强支付了大量的赔款,而给我们的恶民日本的赔款主要有两笔,一是日本独享了马关条约的赔款,一个是日本和八国联军一起平分的薪酬条约的赔款,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日本把这些赔款用到了哪里? 先说马关条约条约 马关条约,是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21年3月23日,在日本马关,新山口县下官是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官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鲁中日战争的结束 中方权,权代表为李鸿章,易经方,日方权权代表为伊藤伯文,陆澳宗光 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两亿两百金 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部,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该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需要,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应将日本支付共计2.3亿两百金,折合36,450余万日元 而日方公布的甲武一亿日本陆海军军费总支出额,是2047万日元 两者相抵,日方赚得16,403万日元 该项赔款的主要用途是,一扩充陆海军军费 这几乎占据全部款项的一半 二用作币制改 隔的准备金 明治政府用7261万日元的赔款金,作为银元兑换的准备金 于1897年10月时,确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使日本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三设立基金 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 灾害准备基金 教育基金 各为1000万日元 四台湾经营费1200万日元 和特别献给皇室的费用2000万日元 再看新丑条约 新丑条约 一称新丑俄国合约 北京议定书 是中国清朝与大英帝国 美利坚和中国 日本帝国 俄罗斯帝国沙俄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德意志帝国 意大利王国 奥匈帝国 比利时王国 西班牙王国 和尼德兰王国荷兰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订的一个和平协定 展开全文条约 签订于光绪27年 1901年 7月25日 新丑年 顾民新丑条约 因条约签订日为阳历9月 7日 因此 有九七国史一说 新丑条约 是中国近代史上 赔款数目最庞大 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条约规定 一 中国赔款价息 合计9.8亿两白银 详行 为赔偿4.5亿白银 分39年还清 本习共计约9.8亿两 二 划定北京东交民向卫使管界 允许各国驻兵保护 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 三 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 四 清政府 拆毁天津大沽口 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 允许列强各国派驻兵 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中国彻底沦为半知名地半封建社会 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至于八国联军侵华后的薪酬条约赔款 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 即百分之二十八点九七 得百分之二十点零二 法百分之十五点七五 应百分之十一点二五 日百分之七点七三 每期 百分之三十二 一百分之五点九一 比百分之一点八九 其余都不足百分之一 一九零九年起 美国将所贪服役部分本力退回 冲作留美学习基金 到一九二四年六月 退回余款 本力一千二百五十余万美元 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起 大部更款缓复五年 德澳部分因战败取消 和俄国缓复部分 都剥夺国内公债基金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 苏联政府声明放弃 德国部分更款 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 完全冲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 一九二五年 法人比义和等国 诸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 并订立协议 冲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 或冲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 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 这种退回更款的实际使用 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而日本获得的庚子赔款 绝大部分都用于之后的侵略中国了 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两大阵营 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协约国集团为了拉拢中国参 战 向中国提出了 缓复五年庚子赔款 并免加利息的条件作诱饵 日本由于也参加了协约国集团 在庚子赔款问题上 值得采取与英美一致的步调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日本同意中国将对日庚子赔款 缓复五年 这年底 日本主管对华文化事务的官员 出援圣次等 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保的 进行了非正式磋商 大致商定 将此后的庚子赔款 用于中国所办的文化事业为主 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 人门科学研究所 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 并每年拨出三十万 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 此万如再有余款 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 在济南设医科大学 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 1924年2月6日 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 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 共九款 决定由中日双方各出十人 组成评议委员会 日文以所得更款每年三百八十万元 投资对华文化交流也 奖及互派学生履行费 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 中日文化协定签订后 北京政府教育部 在1924年 颁布了更款补助留日学生学费分配办法 规定各省按众议院议员名额 确定留日生人数 但中国学术界则从一开始 就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持反对态度 教育界不少人士认为 此举时 似是而非之退还赔款 似是而非之合作 4月27日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退还庚子赔款事与委员会 等十一家国内学术团体筹划决定 并管理日本以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之一切事务 全国教育学术团也发表宣言 主张中日合设文化事业理事会 理事人数中日各办 别设理事长一人 由中国人充知 这是最低之限度 并提出 如果日本不能容忍这些办法 将绝不参加此种事业 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 早在日本初一退回中国更款 用于对华文化事业时 就群起反对 日本将更 此配款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 只不过是一种谎子而已 它虽想以此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 但却掩盖不了其侵略实质 从日本设立了处理更款等相的机构来看 1923年4月 成立了对华文化事务局 直属外务省 局长由亚洲局长兼任 12月 又设立对职文化事业调查会 会长由外务大臣冲任 其委员 多为日本政府 议院 银行及大学的要员 此外 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 所谓文化事业机构 也无一不是处于 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 所以说 尽管小部分庚子赔款被日本用在中国 但那是为侵略中国服务的 为了还是日本的利益 所以 实际上日本得到的赔款是最多的 大部分都补助了1936年以后的全面侵华战争 非常历史 继续求真见金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